大家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说服其他国家相信美国正在走向衰落 尽管这不是真实的,但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布林肯在马里兰大学演讲时说对我们来说不算秘密 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公开和私下都在宣称美国走向衰落 最好是把自己的未来与中俄专制官捆绑在一起 而不是与美国的民主关联在一起 我们有能力提醒中俄两国采用一个接一个的措施来提醒他们 美国的力量绰绰有余 但布林肯也承认竞争使美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受到一定的排挤 基础设施质量方面的排名下滑到13名 对创新科技研发的投入占GDP比重跌到了第九名 布林肯呼吁向国内投资 使美国保持住全球领先地位 那么拜登总统推动的这个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 就是布林肯说的让美国重新伟大 让美国重新能够超越中国 不至于衰落 这1万亿的基础设施法案 参议院和众议院两党已经就加密货币税收等修正案达成共识 很快将提交参议院通过 随后再转送众议院表决 布林肯表示 拜登新政策聚焦了国内复兴 这1万亿的基础设施法案 涵盖是5500亿美元的新支出 以及先前批准的4500亿美元的资金 将主要用于公路、铁路、电动车、充电站 增加稀土矿物产量、水管等更换计划 布林肯指出 美国基建法案对中国的竞争是至关重要的 它将以国内复兴作为外交政策的关键 那么其实也反映出 拜登所说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 这些计划很符合民主党人认为的一个 互补的由两部分组成的议程 以促进的经济复苏 加强社会安全建设和遏制气候变化 该党将不得不进行一场复杂的立法活动 以便在未来几个月促使国会通过两项提案 民主党也面临着一条棘手的道路 他们需要让参议院核心小组的每个成员 都参与预算法 并且需要大多数的支持票 民主党的目标是通过企业和个人税收改革 以及美国国税局加强对现有税率的执行 来支付他们庞大的支出计划 该党此前曾提出将公司税率提高至28% 并最高将个人税率提高到39.6% 在一份声明里 参议院财长主席罗恩怀登表示 增加税收的计划将分为四类 跨国公司最富有的个人 针对富人的逃税行为的执法 以及其他计划的储蓄 17年的共和党税法将企业税率 从35%下调到21% 并将最高个人税从31.6%下调到37% 那美国这个布林肯说到 他呢提到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 排名下滑到全球13 中国的支出啊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 是美国的支出是三倍 而且研发方面投资高出美国许多 这个是布林肯都承认的 那布林肯也说到啊 这个俄罗斯和中国政府啊 无论在台面上还是台面下 都在争辩 美国正在衰退 那美国到底衰未衰落啊 大家知道 拜登制定1万亿美元的计划 投资计划 为的就是拉动美国经济 恢复美国 说白了就恢复中产阶级 那美国到底衰未衰落 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衰未衰落咱先不提啊 美国一定是有问题 一定是有问题 而布林肯已经开始正式 美国衰落这个话题 开始正面讨论了 那其实我觉得按照这个趋势来说 美国已经衰落 已经衰落 虽然有啊 有很多指标上面 美国还在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包括什么 包括这次奥运会 美国金牌比中国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其他国家追赶美国的趋势 逐渐的上来了 那美国呢 优势不再明显就是一种衰落 优势不再明显就是一种衰落 那美国人包括布林肯 包括美国的这个白宫 拜登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这些智库也看得非常清楚 制定了一系列计划 那些计划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挽回美国的颓势啊 让美国重新再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这就是衰落 那布林肯说啊 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 向全世界灌输一种什么意识形态呢 美国正在衰落 其他国家选择像中俄这样的这个 集权的意识形态 我之前说过意识形态啊 我这个人呢 我对意识形态不 任何意识形态不排斥 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 意识形态应该是多样性 多样性 不同的制度要多样性 互相之间竞争 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美国认为呢 中俄这个意识形态要替代美国 其他国家会选择中俄 我觉得美国呢 他这种担心本身 就不是意识形态多样性的一种 一种体现 咱们按逻辑上说 如果美国认定了自己是 意识形态多样性的代表的国家 他会允许中国和俄国这种 多样性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存在 跟自己竞争 他会欣然接受这种竞争 他内心是什么呢 内心我是多样性的 我是追求多样性的 所以我能允许你跟我的不同 但你看美国也好 布林肯也好 在全世界宣扬什么 宣扬我们美国的意识形态 我们单一的意识形态 跟其他国家要统一成全世界 一个意识形态 虽然那个意识形态表面很美丽 自由啊民主啊 但它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并不是多样的 这就是我的思想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我看懂了李文的问题 另外我有我自己坚持的价值观在这 这也就是我这个频道 我觉得一直做下去 一直要坚持 多样性 永远会坚持这个 你看美国做到了吗 布林肯做到了 没有 他口口声声说 他坚持意识形态多样性 坚持世界上的自由民主 就是为了世界的多样性 但是他实际在做的 在什么 在将全世界统一成一种意识形态 这个很多人互理解啊 中美啊在争什么 争的就是意识形态 理解这个再看中美问题 每天你不用想那么多 不用想那么多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了 争的就是这个 很多人听不懂啊 听不懂也就没办法了 这个确实啊 很多人没受过训练 他确实听不懂 你能听懂你很了不起了 你知道中美在争的什么 另外你也按照这个逻辑 你也明白布林肯还有美国 他真的是多样性吗 他真的是支持自由民主 他真的支持自由吗 自由什么 有选择权才是自由啊 美国给其他国家选择权了吗 没有 其他国家选择了中国和俄国不同的意识形态 不同的制度 不行 必须选择往美国 甚至联合其他国家打压中国和俄罗斯 中国和俄罗斯这种意识形态 对还是错 好还是坏 咱先不用说 没有完美的制度 也没有完美的意识形态 它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这是关键 而美国否认了它的存在 这是不对的 我并不是说美国怎么样 我也不是说像有些人上来 像有些人反对美国意识形态 要把美国的意识形态消灭掉 那也是我反对的 你记住我这个频道跟他们最大的区别 我不反对任何意识形态 我并不是要消灭别的意识形态 而是希望更多的意识形态出现 像有一些激进的要消灭美国意识形态 那是不对的 就像美国要消灭中国意识形态 我也反对一样 我觉得这个今天 特别我愿意跟我的观众一起聊一下 咱们有相同的意识形态 有相同的价值观 不激进 而且呢 有多样性 作为底层逻辑 这样子看世界其实就很简单 有一些要消灭美国意识形态 我绝对不支持 美国意识形态有它存在的价值 美国意识形态对美国人来说 也是合适的 我反对是美国用自己的意识形态 强大于别的国家 这是我反对的 我觉得今天我跟你说透了 那大家从布林肯这个讲话 也能看出来 美国真的希望世界变成 不同的意识形态多样性吗 美国真的希望吗 谁都可以多样 只有中俄这两个意识形态 不能多样 那么中俄这个意识形态对美国来说 是不是威胁 当然是威胁了 自由民主是无敌的 结果就怕中国和俄罗斯的意识形态 那你反观中俄这个意识形态 是不是对资本主义 对美国 它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了威胁呢 你自己想 另外美国是不是衰落了 是不是衰落了 你也自己想一想 美国确实没有以前那么自信了 这点是 现在美国我觉得很敏感 很敏感 敏感就是不自信的一种 开始怀疑 这种怀疑呢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 不能接受现实 一种想法 有一种不能接受现实 就是他心里边 高举着自由民主 以为我可以用自由民主统治世界 我这个妄想太大了 其实布林肯 拜登也有一种妄想 我用我的意识形态 能征服全世界 都统一在自由民主的歧视下 这是一种妄想 而像我这个频道 我给你的这个世界观 底层逻辑是什么 世界是多样的 谁也不能征服谁 谁也不能统治谁 各有各的意识形态 大家是共存的 对吧 共存 中国现在追求的是跟美国共存 美国现在拿自己的实力来打压中国 我看懂了 告诉大家 美国现在做的就是在消灭一种意识形态 他认为他的高举着民主自由人权 他能把别的意识形态全部消灭 统一成自己那个意识形态 这就是在中东 在非洲 在亚洲 搞的这个民主化 我觉得你现在你应该明白 美国这几十年 在百年来 在全世界干什么 他能做到吗 你看看现在美国做到了吗 也没有做到 而且中国和俄罗斯 就是跟美国对抗 而且美国现在非常着急 不能同化中俄 反而现在呢 被中俄反而慢慢逐渐超越 他有一种紧迫感 我想美国华人也听一听啊 美国华人也要了解一下 也得知道美国自己想 自己这个想法 到底能不能实现 另外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什么是真正的多样性 美国人真能做到多样性了吗 你连中俄这种意识形态 都不能容忍 你怎么能做到多样性呢 这个逻辑 很多人绕不出来啊 认为美国这个 就是支持多样性 支持美国就是支持多样性 不对的 还是没学过道家 道家要把这个境界放更高 制度上要看 中美俄 其实都是不同的意识形态 同样要说给中国人听 中国现在非常强大 中国现在也发展的很快 当有一天中国的制度 也逐渐超越了美国 形成了世界公认的先进的制度 中国有一天也可以跟世界发号施令了 那么中国怎么对待世界呢 是像今天美国一样吗 发号施令 改造这个世界 影响这个世界 塑造这个世界吗 还是像我说 学习道家 容忍其他不同意识形态存在呢 这个觉得中国人也要考虑 同样美国人要考虑他现在 这就是我看 未来中美你可以看透 中国现在还没那个能力 但是有了那个能力以后 中国要思考 怎么塑造世界 让这中国的意识形态塑造吗 那不又回到当年美国 当年美国和现在美国所做的 无用功吗 改造不了世界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中国人是聪明的 中国绝对不会犯美国这个错误 就说这些吧 我觉得美国呢 布林肯也好 还有拜登也好 他们应该都理解 什么叫真正的自由民主 什么叫真正的多洋性 只是因为他屁股坐在了白宫 他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绑架了美国这些精英阶层 绑架了美国的白宫 还有布林肯 让他不得不为了美国的利益 放弃自由 放弃民主 放弃多洋性 那么你看到最后中美在 在竞争什么 什么意识形态竞争 在进行国家利益的比较